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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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分成这三大部分 那出世的普通 就是饮食 那发起成就就是引发生起 就是引发生起山盛的修行 这都是由于静静的缘故 就是可以让我们称佛的事业 菩萨的事业 菩萨的事业 因此成就的缘故 好 编破坏 险那山盛 那我们之前在前面都盛裂的人就会说极臥 仲盛 就是云内能够安住 我们在心能够安住的缘故 然后可以令我们的烦恼不染 就是得以亲近 然后可以折服烦恼 所以在行善业的时候 牲口溢善业的时候 我们心能够不颠倒的缘故 有这个缘故 第六个波罗普罗密是智慧 我们知道智慧它是以什么 简折为性 然后令我们善业可以不颠倒 一切所作如实 知一切法 那什么知一切法的什么 知一切法的因果 知一切法的三智性 知一切法的染性 这个三智性的部分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那各位菩萨在这里跟各位菩萨提一下 那各位菩萨在复习的时候 记得就是这个部分的话 波罗的部分一定要知因果 知三智性 知染尽依它 这都是各位菩萨要复习的重点之一 好 那在三百八十八首祭送 主要是在讲这个 那有一天 虚脱金色的比丘 他们常常一定 就在于菩萨 那个如来示现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 像我们常人一样 也是一样的 要到城里去脱波 他不脱波就没得吃 那也是用射身 射身四线 所以他们没有到中午时分 那时候进城 比丘进城还很早 所以就借助外道的讲堂 稍作休息 这时候讲堂 讲堂里面的当中的外道们 正在不停的争辩 说我讲的才对 因为他们正在议论他们的法 他说我讲的才对 你哪懂的什么叫做法 什么叫做法 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说 你这么空洞无资 哪听得懂我 无所说的这些深奥的道理 所以就开始 舌枪 就是舌枪存赞 互不相让 彼此重伤 越讲越读 都是回应这种很读的狠话 所以在一旁休息的这些比丘们 他们看到外道如此的恶言相向 不但不愿为双方凭证 也不愿继续久待 所以这些比丘就各个起身 起身然后到城 就是精行到城中开始脱波形化 然后当比丘回到金社以后 他就将今天所遇到的这些情况 禀告佛陀 禀告佛陀 他说那些可怜的外道 自己盲修瞎恋 知见不证 又相互恶口毁谤 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够清净正法 清净正法 得到真正的解脱之灾 所以这些人从过去生到现在 都是一样 明完不化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建立种性 大圣的种性的重要性 就在于这里 所以你看 他们就是在于 我上次也有跟各位菩萨分享 分享就是有一个菩萨 之前就是去一间寺庙服务的时候 他一直跟师父讲说 师父 师父我往生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帮我助念 到后来呢 到后来师父跑错地方 去帮一个基督教的教徒 就是主念 主念了八小时 所以这个跟各位菩萨讲说 其实这个种性的重要性 那可能就是过去世 这基督教徒 他一定有文池佛法 不然他不会有这个三因缘 他不会有这个三因缘 好 所以这个 就是跟各位菩萨讲说 这种性的重要性 所以这些过去 所以佛陀 便借着这件事情 告诉大众 这个外道流失 过去的因缘 那我觉得这个 蛮重要的就是 跟各位 这个就是佛陀 告诉比丘说 这些外道流失 过去的因缘 他是怎样子呢 他说九远节前 在南岩福田时候 有位镜面王 有位镜面王 他非常的喜欢 图送那个大圣的经典 所以他智慧非常的深广 他非常通达佛理 然后他的臣民啊 就只喜欢研究 这些旁门小道 旁门小道 那对于这些 深广精辟的佛典啊 他们就觉得 感到非常的枯燥无趣啊 他说我要如何的 度化这些臣民学佛 使他们都能够 亲近这个无上的大道呢 无上的大道呢 国王为此就陷入了声势 不久国王就命令大臣说 就是把国家里面 生下变盲眼的人啊 变盲眼的人 都带到皇宫的后园 然后将一 将一只大象 迁到后园去啊 然后大臣们啊 就遵照国王的旨意 就是将国中所有啊 眼盲啊 眼盲的人 就是盲人哦 眼盲的人带到那个皇宫的 向南里面 那这个盲人就开始 一靠近大象就开始触摸 那来辨认之后说 这个眼前的大象 他们的模样啊 那有的盲人啊 他就摸到象鼻啊 有的人就摸到耳朵腿 这些部分啊 这些部位 所以这些重盲人啊 就开始争论起这个象的长相 到底是什么 然后认为自己知道的 认为自己知道的是最正确的 那静面网就开始问这些盲人说 你们都看到象了 那这象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啊 所以这个摸到象耳的这个盲人 他就回答说 这个象啊 像那个扇子一样 那摸到这个象腿的盲人呢 他就说像那个柱子一样 那摸到那个大象腹部的人啊 他就说象象那个大鼓一样 所以大 然后就开始吵 他就说大王象 象真的是像我所说的是那样 盲人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回答 然后各坚持己见啊 于是一群人啊 一群蛮人 就开始在那个国王的面前 开始吵了起来啊 那静面网见状 就笑着就对臣民说 你们看吧 他就说盲人啊 只是认识大象的一个部分啊 就可以吵得这样 就可以吵成这个样子 以为自己知道了 就是全部 那佛法的智慧啊 浩瀚深广就像大海一样 哪是你所知的啊 这些专业的这些旁门小道 那你不知道要听闻佛法 就好像这个盲人一样 就像这个盲人一样 永远都没有办法见到佛法的真实意理啊 所以陈明听了静面网这番的序面以后 都有所醒悟啊 所以从此就开始 诵持佛经 好 那用这个故事跟各位菩萨 互相勉励啊 互相勉励 那释迦牟尼佛 这个时候就告诉在座的比丘说 那位静面网就是我 那摸下的这些 摸下的这些虾指啊 就是这群外道 就是这群外道论识 所以我们修行啊 最重要其实就是要 能够信闻佛法 那当然是要有大善知识的指导 才免于能够 误入到旁门主导 旁门主导 所以我们 一些盲修瞎恋啊 其实是一无所成的 那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就是 难得能够遇到十二分教 其实他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啊 那我们其实老师说 在这一辈子 其实老师说 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短的 很短的 那你要学这学哪 其实你的生命那么的短哦 没有办法让你这样子糟蹋 所以到我们学的这么的多 到时候真的是一四五成 那倒不如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能够让我们 在这一辈子哦 你最起码 也可以六十分毕业哦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各个的话 都要学的话 每一 你所学的每一个都只有十分哦 到最后一五成九 在于我们就是 到时候在于我们的 盖棺论定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所学不深 学的太多了 所学不深哦 让我们在于盖棺论定的时候 我们真的也是没有办法 可以把持得很好 这跟各位菩萨所说的 好 所以我们已经听闻佛法 更要感念到 我们身保住室的珍贵 跟可贵啊 所以我们要分析 奉行佛陀所开示的真理哦 我们才真的能够走向光明 而是已经跟各位菩萨 分享了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我觉得我们佛法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不枉我们一直 一而再再而散地说 这就是 就是每一次跟各位菩萨 在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其实是跟各位菩萨 共同勉敌啊 我们这一辈子 说实在 说快也是蛮快的哦 好 所以我们这就是在于 佛法难闻 我们在于佛法当中 我们看到了世间无常的现象 我们才知道要处理身世 所以我们要能够 体达这个真理啊 体达这个真理 我们才能够开启 生命真实的智慧 就是为了 我们才知道 开启我们生命真实的智慧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知苦离苦啊 我们才能真正的 知苦离苦 不然的话 我们深陷其中啊 有些人他们就说 哎呀 这个人怎么那么爱生气啊 其实是真的啊 你真的可以把持 自己情绪的人 到底有几人啊 真的大家遇到境界了以后 哪一个人不为境界所转啊 大部分都是被境界转的比较快啊 你真真实啊 你要可以很快的知道就是说 转回来的人有几人啊 有几人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389 300 这个 就是解释的那个 世经菩萨解释的部分哦 我们在这个部分都已经有用那个 刚刚补充的部分哦 这样你们就比较容易了解 好 我们就不再多解释 好 那我们就直接再进入389首祭寿 念一下 因为现在都是用数 用数来解释 所以我直接用补充来跟各位说明 你们会比较容易了解 好 所以前山啊 前山就是六波罗蜜的前山哦 他用承办利他 承办利他的部分哦 他就施比几步脑 人脑是利他 就是六度就 现在这一首389首祭寿 他是属于恶利的部分 那智利的部分是在讲 这一首祭寿的后山 就是有因新著跟邪徒 那利他的话就是前山 前山就是施比不脑跟人脑 好 这三个 所以其实这祭寿 我们要了解的话 其实老师说 其实我们对于 佛法的业脸的了解 就是要用这一种方式 去了解 那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有时候看一看 也不要 有时候看了 本来释金菩萨的解释 是非常的清楚 可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越看 越看越不懂 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闻找跟业脸 有时候都是太深了 有时候我们会不了解他的意 好 我们由这一首祭寿来知道 六度 就修行人智利 跟利他恶利来说 来用这个祭寿来说明 那所谓的布施呢 施比的部分 施比就是布施的部分 就是要饶益他人 饶益他人 那不恼 不恼的部分就是持戒 持戒当然就是不损坏他命 就是害人要偿命的 所以这个就是持戒的部分 这是比较严重 就是在于 损坏他人性命的部分 在于戒律上面 他是重罪 在于第三个忍入 就是忍入的部分 就是忍入他人而损害 忍入他人的损害 那自己 我们也不做任何的报复 这是菩萨道的精神 这是菩萨道精神 好 这是第一首祭寿 就是六度就修行人智 智利跟利他恶利来说 不失是饶益他人 持戒呢 就是不损坏他命 那忍入是 别人损坏了自己 那我们自己 也不做任何的报复 这是属于利他的部分 利他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智利的部分 就是后山 后山是承办智利的部分 他用有因 心柱跟解脱 解脱这三方面来说 那有因的话 就是精进 精进就是有精进 然后心能够稳定 那心柱的部分 心一静性的部分 九柱心的部分 这就属于禅定 就是心稳定了以后 能够修圣观 什么圣观 就是九柱心 九柱心 那泄脱的部分 就是波人 就是由定生会 波人能够令我们得到什么 解脱 能力解脱 所以 后面的部分 就是由于 就是由这个心 由于精进 所以我们心能够稳定 由于精进 那精进他的有因 就是因为我们修大圣 就可以得泄脱 就可以正得得到解脱果 跟菩提 恶果 这都是因为 一精进的缘故 这就是精进 所以心能够让我们能够稳定 那心稳定以后 我们才可以 怎样 由定生会 所以我们心稳定 才能够得到 修圣观 而得到解脱 所以波人呢 就是可以得解脱 可以得解脱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诗经菩萨是如何解释 这三百八十九首 祭送 因为他这都是数 那我们其实老师说 他在于 祭送的部分 祭送的部分 他都已经有 已经有解释的蛮清楚 所以在于这个四的部分 我就是 直接念以后 直接全部一起解释 此即显示威慑 恶力六事故 各位菩萨休息一下好了 对不起 我又超过时间了 每次一讲都忘了时间 好 好 各位菩萨 再请翻开 大圣中原经论讲运 七十五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 诗经菩萨 我们已经在 祭送的部分 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看 世青菩萨如何来解释 我们念一下 好 此即显示为舍 恶力六事故 力波罗密数 唯有六 初为舍 力他三事故 力前三波罗密 另起正情 如其赤地 一者施笔 二者不恼 三者人笔恼 后为舍赤立三四顾 虚立后山波罗密 另起正情 如其赤地 一者有因 由一精进故 二者心住 由心不定 令定故 三者谢托 由心已定 令谢托故 好 我们看一下 389首祭寿 世青菩萨 他的解释 我们刚刚已经有用那个 各位菩萨 一样 我就是用这个 让各位菩萨 就是对照 对照 看世青菩萨 他的解释 追守寄送 显示 就是为了设 恶力 恶力 这个六波罗密 恶力的话 就是智力 利他 六波罗密 的远古 那利波罗密的数 他的数目 唯有决定 只有这六个 不争不减 那初尾色 利他 三四顾 利前三 波罗密 就是这三个 这是前三个 就是承办 利他的部分 然后令我们的三叶 可以正情 就是如这个持地 就是由布施 持戒 忍入这个持地 那一个 第一个 就是布施 布施的部分 就是 施笔 这个笔的话 就是有情的众生 二者不恼 三者人笔 人比脑 就是我们能够 忍受众生 对我们的倾恼 所以这个 前三个 就是属于利他的部分 就是失戒 忍三个 好 那在后三个呢 后三个是承办 自立 总共也有三个 三波罗密 总共有三四 就是经济禅定 跟般若 就是由自立的部分 来立后面 三个波罗密 令我们的三业 得意 正情 那如其次地 就是由精进 禅定 般若 这三个次地来说 那有因的话 这个因就是原由 好 有什么样子的原由呢 就是因为 医者我们修大圣法 我们才可以得到恶果 得泄脱果 跟菩提果 那这个的原由呢 就是因为 由于精进的缘故 由于精进的缘故 那心柱的话 就是九柱心 就是属于 禅波罗密的部分 让我们的心 本来由不定 而能够定下来 那身者泄脱 由心 我们心 由定身会的缘故 所以由心已定 就是 这个定的话 就是属于 真上心学 真上心学 就是真上定学 能够让我们 那波罗 我们刚刚已经有说了 由于智慧 正得无漏 就是 正得无漏会 然后经由 见到修道 令我们得以怎样 得以解脱 正和佛果 所以 有定身会 般若 令解脱的缘故 好 那如是恶力 就是为了要承办 智力 他力 恶力 而安利着 六波罗密多 那如果是 从智力的角度 来看的话 菩萨为了要立 有情精进的时候 如以下的赤地 就是 施笔的话 就是布施他人 而做饶于他人的事 那不恼的话 就是以慈戒 不害他人性命的缘故 这是种罪 那第三个话 就是人比恼 就是忍辱 忍辱的话 就是以不娶他人 不予之物 对人也不做侵害 那他人做损害 然后我自己 也不做报复 这就是忍辱 就是安忍 做利益的事情 这才叫做忍辱 所以忍辱的话 就是不娶他人 不予之物 对人不做损害 他人做损害 自己可以忍受 这才叫做忍辱 这就是安忍 做利益的事 那后为社智力 智力也有三思 以后三度来说明 这个社智力的事 那像泄脱的索一是什么 泄脱的索一 我们看 我已经有了 泄脱的索一就是净律 比如我们心能够入定的话 那决定就可以见到真实义 我们心没有定的话 没有办法见到真实义 所以心定了以后 我们决定能够见真实义 那能够另解脱的是什么 一定是智慧 一定是智慧 那这两者所依的都是 不论是禅定 不论是禁律或是智慧 这两者所依的 一定是因为精进 因为精进之后 心才能定 那有修定 有持圣观 这圣观的话 然后才可以得解脱 所以这三者 心持一切的智力的部分 那如死承伴 他立有山 承伴自立也有山 所以就安立为六这个数字 这六波罗蜜 这个数字 好 那我们在这个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就是直接看 三百九十首祭寿 好 念一下 三百九十首祭寿 是社立他六事 也就是所谓的立他即智力 立他即智力 所以叫做 寒社立他六事 我们既然已经先说恶力 所以他在 为什么立他 要放在恶力的后面 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立他就是智力的缘故 好 我们看一下 三百九十首祭寿 好 不乏意不恼 人恼即不退 归向与散说 立他即智成 好 这就是六度 就是立他即是智力来说 这一首祭寿 来定那个六度的数目 六度的数目为六 好 设立他的六事 六度就是智力 即是立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用六个名项来说明六度 用不乏 不缺乏 来说不失 因为另一切受用 另一切受用 不缺的缘故 就是 这个就是不乏不失 不失他的 在于智力 在于立他的部分 就是要另一切的众生 受用不缺 受用不缺 那再来的话 再讲第二个 持戒 持戒的话就是 在于立他的部分 就是不恼众生 就是不损害一切的友情 不损害一切的友情 那立他的部分 讲忍辱的话 就是忍恼 就是对损害自己的友情 他不会生任何的称恨心 这是讲前面的三度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三度 在于立他的部分 来说精进 就是不退 这是对于利益众生 菩萨的精神 是不会生任何的疲厌 所以这就是不退 那在于立他的部分 来讲禅定 他是用归相来说 为什么用归相 就是修静律 我们可以引发神通 这是很多修学佛法的人的特爱 大家学经历了以后 然后老师会说一些神通的事项 可是各位菩萨 我们学大圣法 神通是为了要怎么样 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去 释放诸佛 听闻佛法 令我们可以正的 就是在于我们修行的路上 可以真正的解脱 让我们可以 令我们可以得以正诚 无上正等正觉 是我们追踪的目标 这才是大目标 引发的种种神通 只是我们净律的 自然产生的现象而已 所以我们这些 这个引发的神通 在于这个立他的部分 是定一切的有情众生 能够生信心 然后能够归向佛法 所以才会显示神通 所以佛陀他在他的地址 目见的人神通第一 可是他都是为了要度化终生 他才会显示神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学大圣法 我们修习净律 引发神通 我们的菩萨道的精神 是为了令一切有情 生性而归向之 好 这就是禅定 立他的部分 那在菩萨立他的部分 我们要能散说 要能散说 我们因为散说佛法的缘故 能够令众生能够去疑 能够令众生能够心开意解 对佛法的意义能够心开意解 断除疑惑的缘故 这就是菩萨 好 所以这一切整个寄送的 我就是完整的说 说说一次 六度就立他 即是智力来说 不失能够令一切的众生 受用不缺 然后持戒 能够令不损害一切的友情 那忍辱的话 就是对损害自己的友情 不会生起 称恨心 那后山度的话 就是不退 精进的话 就是对立他 我们不会心生厌倦 那禅定的话 就是修精力 就是为了要引发神通 可是这神通 是为了要令一切的友情 升起信心 升起信心 然后归向于佛法 好 那再来是 善说佛法的话 因为善说佛法 可以断终生 然后令众生 可以心开一结 好 这个就是这一首记书 那我们来看 世青菩萨如何解释 三百九十首记书 事曰此季显示为含舍 此季显示为舍利他六事故 利波罗秘书为有六 菩萨行六波罗秘书 如其次第 于比受用令不乏故 不恼比故 人比恼故 诸比所作令不退故 以神通力令归相故 以善说法断比移故 菩萨如是利他 即是智力 为他所作即智所作 由此因缘得大菩提故 好 三百九十首记诵 世青菩萨的解释 以这个次第 六波罗秘的次第来解释 他说此季显示 再者菩萨就是不愿自利 而主要行持利 他是因此事以六度来承办他利的缘故 那以不失来舍于这些贫穷者 给予所需之物 就是能够使众生受用不缺乏 那以慈戒不脑害 不脑害 不脑害众生 然后以安忍对于众生的损坏 于我无有就不会有称恨 并且对这些众生 能够起什么样 堪忍 那令众生的心 能够生 然后生 不是 就是能够以这个 对众生能够堪忍 然后再来是第四个 以精进来行持他利事 就是对于这种 行持 就是佛法之事业 不会生起厌烦 那以禅定来显示神通神变 这是为了要让众生能够生起信心 并且能够新生欢喜的缘故 那以智慧来利他 是因为我们能够散说圣教 能够散说正法 然后由此来承伴他利 这样才能够承伴他利 好 用六度来说 好 那有修持他利 就是能够承伴殊胜的智力 所以利他即智力 我刚刚已经有说了 就是有修持他利 就是来承伴最殊胜的智力 所以纵然唯一 我们是勤分于智力 我们勤分于智力 也不能够获得大菩提 而是能够精勤于利他 精勤于利他 自然就能够承伴自利 这是在于设利他六世 为什么说利他即智力的缘故 那究竟能使自己获得无上的菩提果 因此依靠这个六度 可以任运的产生智力 更利他 好 各位菩萨 这个 这一个 因为前面已经有解释过六度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六度的数 我们的速度就可以提快一点 就不用讲那么多 好 那这个讲完以后 我们就直接就是讲到 设大圣是音 来历六度 数 六度数为六的原因 好 那我们设大圣是音 我念一下391首祭奏 不然即即进 不退有恶种 一恶五分别 聚设大圣音 好 这不然的部分 好 我也是一样用这个 补充的部分 跟各位菩萨 你们说明 这样你们会比较容易了解 设大圣的是音 依着大圣 是音 来历这个六度的数量 好 来历六度的数量 好 那前面就是讲 第一首祭奏 不然即即进 不退有恶种 所以前面的这个 一到三的部分是解释 一二首祭奏 那不然的部分就是 讲布施的部分 就是我们不贪然于五欲乐 不贪然于五欲乐 就是布施 然后即进的部分 他是讲持戒 持戒的部分 就是设大圣 行大圣法 行大圣的修行法 第二个就是要用持戒 持戒的话 就是要用即进 因我们就是恭敬于法的心 才能够护持这个极细微的戒 极细微的戒 我们对于我们的就是 身口一三行才越来越 心才会越来越细 像我们现在是真的是 大列列的 大列列的 有的人就是说 这样心宽好 可是我们在于就是 修成佛法的话 我们要学会心细 心细了以后 我们对于我们所犯的 我们才会越来越细心 然后手犯才会越来越少 手犯的才会越来越轻微 然后我们在于就是 身口一三行的时候 我们当一动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马上察觉 那如果是说你大列列的话 你都觉得这个可行 这个刚刚讲的 那个那两个兄弟 那个是不一样的 是对人 对人 我们要行宽恕 我们当然可以大列列 对自己修行是不行的 我们能够心越细 在于禅定方面 我们会做得更好 所以为什么要 一定要依着这个六度来修行 就是让我们的心越来越细 在心持上面 越来越严谨 我们所犯才会越来越小 在于正道才会越来越快 越迅速 那这不然的话 在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讲了 在于恶不退 第二种寄送 不退有恶种 所谓不退的 就是在指忍辱 忍辱跟精进的部分 不退 这就是对一切的逆境损害 不生疲厌的缘故 这少写一个 好 那再来看一下 一 恶不退呢 还有一个就是精进 刚刚打 这个前面就是打不下去 我以为我漏了一个 没有 在下面看一下 恶不退 还有一个就是 除了忍辱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精进 就是对一切难行 难行的善行 像三十七道平 还有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六度 四色 这些我们都不能够心生疲厌 所以他就是用 恶不退有两种 就是所谓的忍辱跟精进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一 恶无分别 俱色大圣音 所以用这六度来说大圣 我们修行大圣的 总共有这个四个音 那四个音用四个部分来说 然后来判这六度的数目 为不争不解 那恶无分别的部分 那就是在讲 就是禅定跟般若的部分 禅定的部分是以修禁律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心 暗住在余山摩地 所行影像当中 那般若的话是以般若 五分别会 然后去体证 所谓的真实 我们的佛法的真实意 要用般若无分别会 去体证 然后进入止观双运 然后达到平等的境界 为什么一定要证得般若 证得般若 就是要让我们以般若 五分别会去体证 我们的真实 就是真如 然后让进入真正的止观双运 止观双运是为了要 达到这个平等的境界 好 那各位 这就是在于恶不退 跟恶无分别的部分 用这样子解释 你们就 那这整句的意思就是 我们作为追求 无上菩提的修行 就是要因为不贪取 无欲乐 所以才能够行不失 那因为恭敬心的缘故 能够让我们 互持细微的戒律 那对于一切的 这些逆境损害 我们能够忍辱 然后对一切难行的善行 精进我们 不论是在于忍辱上 对一切逆境的损害 跟一切难行的善行 我们心都能够不生疲厌 然后再来是无分别 恶无分别的部分 就是对在于修持境律 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 山摩地上 然后在般若的部分 我们能够无分别的 去体振真如 然后进入到 直观双运的平等境界当中 平等境界当中 这就是我们 设大圣的事因 就是依着大圣 修行历时 这个六度的数量 历六度的数量 我们来看一下 世青菩萨如何解释 此际显示 为摄大圣四因故 历波罗密数为有六 一者不染 二者极尽 三者不退 是者无分别 若修 菩萨修行诗时 于才不染 无故念故 受此戒时 于诸学处 起极尽故 行忍若 经济时 此恶不退 忍于众生 非众生 所做苦 得不退故 经济于修行 善时 得不退故 行禅定 般若时 此恶无分别 奢莫他 毕婆设纳 平等 所设故 过此四因 设一切 大身 应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个 圣经菩萨他的解释 一者不染 是对于 针对于 布施的 布施是 怎样呢 他不贪染 不染 足于四肩 财 还有五欲的受用 主要他不饶 终生 不饶 终生 那二者 极敬 极敬又是 极 尊敬 在于戒 在于戒邪方面要 一定要起功尽心 就算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 好好的持戒 对于持戒之人 我们心里要 心深尊重 而不是其余毁谤 那是自己的因缘 不足的缘故 让自己没有 在决力上面 没有办法如此 延迟的是 谨守 佛陀所制的戒法 所以我们对于戒法 要起 怎样 起功尽心 这样我们以后 在于下辈子 自然会有那个因缘 可以在于戒力上面 可以行持得 非常的严实 好 那生者不退的话 就是我们要能够 忍终生 而且我们要能够 忍一切的乏忍 要有一切的乏忍 那我们才能够 忍入精进 然后才可以 难行 能行 才难行 好 那第四个 无分别 无分别的部分 就是在于 般若禅定的部分 在于般若的部分 我们要 就是在于般若的部分 我们要能够 无分别的体征 如何无分别的体征 真实呢 所以我们就要观一切法 如梦如幻 那禅定的话 我们要 奢魔他跟匹婆 射那能够平衡所射 如此才能够 观一切法空 能观一切的法空 好 那菩萨在行尸时 在世间财 就不贪婉 不会去顾念这些财物的 不会去贪念这些财物的缘故 那奢侈戒时 与诸学处 所谓的学处就是戒 就是戒 就是即便这些违系的恶作罪 他也不会去沾染 所以对于友情所做的 这些逆境的损害 跟一切难行 都能够行持 而且能够怎样 能够矜持的力行 好 那在于这 就是在于这个 这两个 都心生不会心生 就是哪两个 不会心生退愿 不会心生疲倦 就是在于忍住跟静静 这两个 不会心生疲厌 那可以忍于众生 一切难行的善行 或是对于这个 接累福会两个知良 还有对于法人 这些所做的苦 我们心都不会退转 都不会退 对于大生都不会退转 不会心生疲怨 那行禅定 这个极静的部分 还有那个 般若无肉会食 这两个 能够休息 也能够以恶空 能证得恶空 来休息大圣 那神魔祂的话 各位菩萨知道 祂就是指 指的部分 就是 只要是指禅定的部分 那毕菩萨是观 比较重于般若的部分 那这两个 就是在于禅定跟般若 这都是于相识等词 所以我刚刚有说 指观伤韵的部分 它才能够达到平等的境界 结论如此四音 敬舍一切大圣 修行大圣音 敬 就是用这四音就可以说明 就可以说明 就是修行大圣的音 所以它这个部分 我在用做总结的方式 跟各位在菩萨 因为我讲的有点快 那一者不然 就是我们在一步式的部分 不然就是不喜爱 不贪然 五种欲妙 欲乐 欲乐 就是这些 这五种欲妙的 任何事物的受用 就五种欲乐 那二者 极尽的话 就是对戒学 我们要极为恭敬 那极为恭敬的话 我们才对于这种 维系的罪行 我们才能够很快的决资 那第三个不退 有两种 就是所谓的忍辱跟仅仅 那对众生的损害 以及难行 我们能够心不愿倦 心不愿倦的话 就是在于 这个安忍跟仅仅的部分 以安忍 就是能够完全的忍耐众生 对我们造成的一切损闹 以及在修行上面 种种难行 难行 难行 这都是安忍 所以我们在法上面 我们只要是遇到困难 我们就会退失 退失我们修习佛法 我跟各位菩萨已经说过很多 有的 就是尤其是在病痛上面 有些要是说 因为病痛或是遇到一些 逆征上缘的时候 我们心就生退却 很多他们就是因此 就是对佛法生去信心 然后从此以后 他就跟我讲说 我上次好像有跟各位菩萨提到 有一个就是 之前我遇到 我们就是共同一起去一个经社 就那时候之前还没有 还没有就是出家的时候 我也是特爱去做那个 做禅的 因为我觉得 就是做禅可以让我的心很平静 那我那时候因为 就是工作的关系 因为我工作是 就是做那个 是在会计市事务所 那个账务的事情 实在是太繁杂 很多人他们都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做那个会计 只是加加减减而已 其实没有 我们就是账务的时候 有时候要帮人家解决一些 税务上面的问题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很烦 那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常常都要动 所以我 心老师都没有办法可以平静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不止我 很多 我上次跟一个 他们就是做那个什么 电脑软体的 一个女生 小女生 她也是这个样子 她就说 其实我不是说 就是做禅 就是为了要求什么 感应什么 完全就是没有 只是为了要让自己好睡 然后让自己的心可以平静 就是在处理 就是我们工作上面的时候 我们的心可以稳定一点的话 比较不容易出错 因为尤其是树木的东西 你有时候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 有时候心一烦躁的时候 你要是多算一个零的话 那完蛋了 那有得你好看 你到时候 你在这个 追这个张物上面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非常的麻烦 因为我们要是说 在税务机关已经爆出去了 天啊 这个零啊 你要缴多少税 你少缴多少税 税务机关 他马上是会 马上就是会过来 就是罚你 罚款的 因为你就是少缴 少缴税款的话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要是多缴税款的话 那试试那些客户啊 他不会放过你 所以我们俩 我们是在中立的立场 我们是蛮 所以有一段日子 其实老师说 我就是晚上的时候 要睡觉之前 都会做一下 让自己的心平定 然后其实老师说 我在于就是做的时候 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想 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是说 你完全都不想的话 我告诉你 你还是绕着那些事情一直 一直都没有办法断 而且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一场连续剧 都完全都不会断的 然后你就是想 那一个人的种种不好 完蛋了 我告诉你 第二晚上 日有所思 夜有所想 马上晚上就开始做噩梦 然后我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晚上我都是会辞一下 辞一下佛号 或是辞自己熟悉的 自己相应的 那个就是一些 一些像咒语这些的 然后让自己的心平静 然后觉得想要睡觉的时候 然后才会去睡 我觉得这样子 可以让我的心很稳定 而且可以让我少梦 那你少梦的话 那你心比较平静的话 你去入睡的话 第二天精神就会比较好 就是跟各位菩萨分享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在于安忍 就是可以完全忍耐 终生的一些损扰 以及在于修行上面 种种难行 那以精进的话 就是要对于众生 跟长时间 我们极度感觉困难的 一些家行 那一切家行 我们都能够 心才不会厌倦 心才不会厌倦 所以能以这个无量的经济行持 或者对于这个积累 不会恶之良 才不会生起 心才不会厌倦 不然我们真的是 预遇到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预遇到一些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于 在于就是坐禅上面 都希望有所感应 当然的 你的心就是常常就是 在于这种寂静当中 当然会有一些感应的 那是一定会有的 那是自然的现象 我们自然而然 就是在于禅定当中 我们会获得六神通 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 可是我们不要去欲求 不要去欲求 所以我们在于对于积累 反而是在于无量的精进行持 应该是积累这个福慧 恶之良 而心不疲悦 心不厌倦 所以这是在于安忍跟经济 就是以安忍 我们才有办法可以断除烦恼 你如果是说 你没有办法忍受 上次我不是说 我们要用智慧 跟这个安忍来断除我们的烦恼 为什么 你要是不断 不用这个安忍来断除烦恼 你就一天到晚跟你的同修 因为你要不要吃辣这件事情 一天到晚都产生什么摩擦 所以他这个眷属的部分 为什么要用安忍 安忍如此才能够来断除我们的烦恼 然后以精进 以精进来行持对质 你要是说 你不常常这样用这种反光的方式 来修行我们日常生活上面的 深口一三叶的话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马上的对质 所以我就跟各位菩萨讲说 我刚刚在上 不是上堂 就是刚刚的时候 我又跟各位菩萨说 为什么对境界的时候 老是在于蹭的部分 没有办法对质 看到的时候心就生起不息 其实你生心起不息的那一刻 其实你的秤慧心已经起了 所以我们对此于这个境界 如果没有常常行持对质 像这个精进 以精进来行持对质的时候 我们是不容易察觉 我们已经起了秤慌心 好 那秤慌心对我们来讲 在于这个 在我们修习佛法是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对身体也好啊 一方面真的是行持我们的 在佛法上面 对我们才有办法精进 我们连秤慌心都没有办法压平的话 我们如何说我们在修学佛法 我们修学佛法最重要的是什么 智力利他 你对众生都没有办法慈悲的话 秤慌心压不下来的话 你如何说你是在修习大身佛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以这个六度 以六度这个来对质 在于我们的境界上面 我们能够行持对质 那以禅定呢 能够让我们的心 才能够安住于一境 安住于一境 那各位菩萨我刚刚说 晚上要睡觉之前啊 稍微就是让自己的心 能够稍微平定一下 可以让我们对于第二天 不论任何的困难 才能够迎刃而解 我哥真的你的心没有定 对于这种所有 我们面对的一切逆境 根本没有办法用智慧 用我们的智慧去对质它 所以要以智慧来对 任何所行的境界 才能够产生不分别 不分别 那这两者都是 极止跟神官 那我刚刚有说 智偏在于禅定 观的部分偏在于智慧 观的话 好 所以用这个来说明 所有大圣意 均归设在于这个六度当中 这六度当中 好 那这个的话部分都是用 那个六度来说 所以我就不用太多的 其他的部分来说明 我们就直接就是用这个 就是 我们的这些 巨授跟世青菩萨的解释 来说明这是六度 历六度的数 好 我讲的太 太多的话 你们也会觉得 太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三百九十二首既授 好 各位菩萨看 看 大圣 专业经论的讲义 好 我念一下 不着急不乱 不舍 亦真静 静或即智障 世道 皆息社 好 这个的话 我又一样 好 用这个 我们现在来 一样是用 大圣修行的方法 刚刚是用 大圣的音 来说这六度的数量 那这个用 一大圣修行的方法 来立六度的数量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不着 不着的部分 就是不失 我们大圣修行的方法 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修行呢 第一个一定要用不着 就是不贪着 五欲净 世事跟刚刚的大圣 适应差不多 所以我们大圣修行的方式 其实老师说 就是 就是以这样子的 赤地跟方法 去修行 所以不失的部分 就是不着 就是我们不能 不贪着于 五欲净的部分 那不乱的话 就是持戒 对于 种种的境界 我们心要不散乱 要能够守护 守护住我们的 正知 然后 就是我们面对 境界的这种 种种的各种的考验 我们都能够 守护我们的一心 让我们的心不散乱 好 那再也就是不舍 不舍的部分 就是忍辱 在我们大圣修行的方法 是忍辱 就是我们虽然受到 众生无力的侵扰 跟侵损 我们也不会因此 而舍弃众生 那我刚刚已经有讲了 在与这个不舍 忍辱的部分 第一个我们就是 就是众生不语 就是不语 不语的东西 我们不会去清损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虽然受到众生 无力的侵扰 可是我们还是不会 舍弃这个众生 我们还是 就是这是菩萨道的精神 好 那我们大圣修行的方法 在精进呢 它是用真净 真净来说明 就是能够使我们的善根 不断的增长 那我们善根 要能够不断的增长 我们要能够怎样 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一定要立行这个善法 我刚刚已经有用五色路 五色路的故事跟各位菩萨分享 那就是我们身体要立行于善法 我们要能够勤断这个恶法 要对这个懈怠 懈怠懈怠 其实懈怠懈怠 对我们这 目前我们在瑜伽上面 因为我们由于这个 五蕴森的缘故 老师都会有这个 这个什么 就是都会有病苦 对于病苦的话 我们都会用这个当作借口 或不然就是说我太忙了 不然就是说我身体不好 所以我们在经典上面 是不是稍微礼拜一下 然后就觉得开始喘 稍微礼拜一下 然后就觉得身体皮眼 然后稍微盘着一下 又开始就腿开始酸痛 稍微做一下 其实老师说 像各位菩萨要来上课的话 我自己是学生 我也是一样 稍微就是风大了一点 雨大了一点 就觉得 给自己找一下借口 因为我坐得太远了 我坐得太远了 而且风雨太大 所以今天要休息一天 对不对 各位菩萨 那像我们这个 一定要来上课的人 就算风雨多大 爬也要爬过来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心境上面的不同 心境上面行持的不同 好 然后再来就是 以静或 我们大圣修行的方法 就是在于禅定部分呢 我们就是要以静律 能够静置烦恼账的部分 你看在这部分啊 是不是在于佛法 大圣佛法 在大圣专业静论上面 写得非常的清楚 在静律方面能够静置哪里 静置主要是静置烦恼 脑胀的部分 那智慧呢 波仁他就能够静置所滋造 那不然每一次我都说 断恶章正 正恶空 到底如何断恶章正恶空啊 你知道就在六度当中啊 就在六度当中 那如是依着这个大圣的六道 这六波罗六道 这六道来建立这六波罗密多 不争不减 就是建立这六数 六数 这就是摄大圣六道 大圣修行的方法 就是用这六道来建立这六波罗密的数 定数 好 看一下世青菩 世青菩萨如何解释 此际显示为设大圣六道固 立波罗密数唯有六 问道者何意 答 有方便者为道 此中谈波罗密 与诸知才不足为道 有诗时与境 雷染着固 诗普罗密 与诸境界不乱为道 有求受界时 一切心乱 舍令住共 及比丘住户者 求境界时 一切夜乱 不能转固 颤提普罗密 与诸众生不舍为道 有一切不饶于事 不生厌固 匹里叶波罗密 于修诸善 真掌为道 由精进发起 令真上过 禅波罗密 于烦恼障 令清净为道 般若波罗密 于智慧障 令清净为道 如此六种 导色 一切大胜道尽 因为现在都是在讲述的部分 我们由这个世心菩萨的解释 我们在跟 在依刚刚所说的 这个来 就是补充来说明的话 各位菩萨 你们就能够比较了解 好 就这个 对五欲净 不贪着之道 这个就是布施 所以这个 以大圣修行的方法 来确立六度的数目 来决定这个 波罗密多的数目 好 那我们第一个来看 就是对五欲净 不贪着之道 这就是布施 就是普施一切所有 所有的众生 那什么叫持戒呢 在持戒的部分 他用不乱 他就是严禁于 就是对这个贪欲的境界 我们令心就开始就起散乱 散乱的缘故 不是吗 我就跟各位菩萨说 那时候 在家的时候 想一尊那个 就是去浴室 看一见那个什么 观世音菩萨的浴 想了一个晚上 还做梦 还梦到 就是已经买了 结果这就是 想要得 又不能得 不能得 然后就日失夜想 令心善乱 这就是 这个在于 为什么就是 忧此以世间的琐事 然后 能够因为慈戒 让这种善乱 然后可以让 我们能够静止 让我们的心能够静止 让这些善乱的境界 不入于心的缘故 就是因为 慈戒的关系 好 那第三个话 忍辱是不舍 以友情虽然做 种种的这种颠倒的行为 及各种这种损害 可是我们 菩萨道呢 我们对于众生都不舍弃 这就是真实的 菩萨的清净道 真实的菩萨清净道 这就是安忍 也就是忍辱 好 那第四个的话 就这个的部分 那第四个的话 就是 等一下 第四个的话 菩萨也 波罗蜜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于 这个 金金我好像已经讲了 没有 还没 好 菩萨也 我已经讲了 金金的话就是 让我们的善根 让我们的善根 能够在于道上 在于佛法的上面 我们能够身体 例行于佛法的正法 这些善法当中 我们在于 身体的类型 这些善法 我们自然能够 怎样 正情的 断这些恶法的 种子 然后 让我们在于 这个部分 我们为了要断除 这些恶根 我们 才会正情 去修习佛法 我们正情 修习佛法的时候 自然就可以对峙 我们的懒惰跟懈怠 懒惰跟懈怠 好 那在于这个 禅波罗密 就是在于 净律与智慧 它是 清净这些 罪障的 罪障的 一个方法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以净律 清净 烦恼障的缘故 那以 智慧主要是 清净 所知障的缘故 那因为 禁律的话 我们知道是 可以令我们 能够一心不乱 所以这个禁律 是恶障压伏之道 那这个智慧呢 是恶障 根除的 根除之道 所以这个 会心锁 会心锁 于锁关锁 是简责为信 断移为业 这是会心锁 那简责是笔量制 简责是笔量制 它就是在于 一切我们所知的境界 简责 简责这个 这件事的德跟施 对不对 所以 在于就是 来 就是简责这个德跟施 然后来推度决定 来推度决定 所以简责是以 会的置信 所以由简责来除掉这个 主要是除掉什么 疑惑 除掉疑惑 这是业的 这是会的业用 所以 在我们这个愚昧的心中 疑惑的心中 就不能够起会 就不能起会 这就是会心锁 这个要跟各位菩萨 要就是 申述的部分 就是在于会心锁 就是于锁关锁 为什么会简责为信 断移为业 断移为业 再者就是我们这些 如果是有不正确 就是斜贱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吃的真相 因为无名的真相 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 简责 所以固然就不能够起会 所以为什么 就是般若波罗密 于智慧障 令清净为道 令清净为道 为什么他这个 于智慧障 就是在于所知障 的部分 于这个各位菩萨 你们看那个讲义的部分 他在于世青菩萨 他有写说般若波罗密 与智慧障 令清净为道 那其他的这些解释的话 我就不在于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 因为在于就是 我觉得用这个 气颂的部分 用补充的方式 跟各位菩萨解释 我们主要是要了解 就是精益他的精神 精益他的精神 所以我就不在于这个 就是文具上面 斥斥解释 就不做这个 好 好 我们六度万恨 那如是六种道 色一切大圣道尽 就是这个 如是这个六度 六波罗密 就是色有六度万恨 所谓我们都说六度色万恨 就是这六波罗密 就色有这个所谓的万恨 就是我们所说的 所行的 我们所行的大圣的修法的万恨 所以这些六种道 已经设进了一切大圣的 加行方便道 就可以用这个全部来 用六度来设 来设大圣的一些加行的方便道 好 那六度万恨就是六种可以到达 到达彼岸的方法 是成就菩萨的一切行持 让我们这些修行者可以得到解脱 同时我们知道大圣法是智力 除了自己可以得到解脱 同时他可以救度众生 也能够得到解脱 各位菩萨不要将这个 这个重点 就是把它给忘了 我们这个修持大圣法 除了就是让自己解脱以外 一定也要让众生 救度众生得以解脱 这就是我们修持六度万恨 主要的精神所在 主要的精神所在 所以六度万恨 我们大圣佛法的话 大圣包括的方文非常的广大 那归纳修学的 纲领就是以这六度 那为什么要归纳成这六条呢 实在说所有佛法 就是建立在于相对的基础上面 所以众生有病啊 佛法就是好像给众生药一样 所以才要修持这六度 那众生没有病 自然就不用佛法 所以为什么要修学佛法 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病 所以才需要这个佛法 这个药 那所以因此法是不可以执着的 我们在金刚经里面有讲 法上因舍 何况非法 何况非法 所以有病的时候需要这个法 那当我们病好的时候 这个法也就不需要了 所以在这一方面 在这一方面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有哪些病 第一个就是贪病 贪病的话就是我们贪成 这是病根啊 这是我们的病根 那在无量无边这些烦恼 业障跟生死轮回当中 都是由于这个贪 这个贪病起 那后面的恶业啊 秤惠啊乃至余滋啊 其实都离不开这个贪 这个贪这个病啊 所以它是一切病的根本啊 那我们菩萨 所以我们在六度 六度里面 第一个是什么 布施嘛 布施就是为要断我们的贪 所以我们菩萨修学 就是从这个贪 这个根本来拔除 我们要晓得这个病的严重 对这个方法 就要用有效的运用的方法来说 那你看为什么 我们在六度上面 光这个数啊 定数啊就要用这么多 这致力利他恶力 大声的四音 大声的六道 还有后面还有一个 真上学 真上三学来说明 这个利这个六度 波罗蜜的数目 那后面还要定义 还要说他的体性 用实义来说明六度 为什么 佛陀他不厌其烦 要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毅力 而且一直都是在重复 都是在重复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 就是要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 去关我们这些烦恼 这些烦恼障 所致障 我们从在于说 大声庄严经而开始 我们就是以对治恶障为主 对治恶障为主 那我们大声的精神 就是致力利他 其实都是在讲这些 那为什么要用种种各方面 各方面来解说 就是让各位 菩萨能够在于我们日常 身佛章能够灵活地应用 我们的佛法 这就是佛陀他为什么 要用这么多的法门来说说 因为每一个众生 他们的根其实不一样 有的人是贪多 有的人是称多 有的又是因为无名重 所以每一个人的病都不一样 所以才需要佛陀光大声庄严经论的赤地 光在六度就要用这么多的方面来解释 好 再来就是贪 我们凡夫欲望一定是无尽的 没有止尽的 我们不但对于世间的明文立养 五月六成 就贪而无怨 连三界 要离三界之外的佛法 其实我们也都一直在贪图 对不对 所以佛法其实就是要断掉贪心才能够得到 那我们又用贪心来贪求佛法 其实只是让我们增长烦恼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菩萨提醒 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就是佛法已经就是要断掉贪心才能够得到 我们又要在佛法中贪取 得到就是在丁中能够得到感应 这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讲说 我们在丁当中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下来 对于所有的境界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会走火入魔 在禅定当中有的人为什么会走火入魔 这就是为了起了这个贪心 所以学佛要去贪心不能用贪心来学 不可以用贪心来求 不认识在任何一个境界 我们在佛法 所以千令与贪可以说是 它是同类的 已经得到的不能够放下 那这个贪贪呢 这个贪为什么老师跟贪都合在一起 对于贪的话 其实也是我们的 这都是我们的病根 所以两个字都合在一起 都用贪贪 然后佛法 我们除了贪了以外 自己有受用的 也舍不得给人家 这也是贪心的一种 也是贪心的一种 所以我们佛法都处处叫我们要 看破啊 要放下啊 结果真正看破放下的有几人啊 他是越来越执着 越来越贪心 什么叫做迷啊 什么又叫做物呢 迷的话就是 不知道他这个贪迁是病 认为这都是应该的 这就是也是迷惑 那我们要是觉悟了 就知道他是病根 他可以带我们无尽的苦恼 带我们很多的烦恼 所以我们真正是 在学这个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 就是要从心定里面 将我们这个 这个迁滩啊 拔除啊 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这个 对我们来讲就是烦恼 所以每次讲到这个 我要讲 我们那时候 跟那个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就是一起去休息 休息的人啊 他就跟我讲说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去 坐禅嘛 因为我那时候就还没有出家 然后他跟我讲说 其实他学佛很快乐 他完全都没有烦恼 我就跟他讲说 你没有烦恼 我说你应该是不知道烦恼吧 不是没有烦恼 所以我们就是要真正的了解烦恼 我们才有办法可以断除烦恼 所以就是像我们上次有学的 我们要了解一部经 这部经主要就是佛陀告诉我们 行持的是什么 行持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了解这部经以后 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受用 我们才有办法 好所以这就是真正的 从心地里面把千丹拔除了以后 那我们在于 这个佛陀他们 我们用白法明门来说 就是 在于这个 俱舍论或是什么的 比较二圣的话 他们是用七十六法 对不对 那我们大圣的话 是用大圣白法来说明 用大圣白法来说明 那其实是说 无量的烦恼可以归纳成百八 我们都说百八烦恼 金刚经里面也是说百八烦恼 大圣法用百法明门来说明 那这个金刚经里面的话 它是说我们无量的烦恼 可以归纳成一百零八类 就是用百八烦恼 好 来说明 好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是不在这边 就是复述 好 那在这边的话 就是跟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 就是主要就是 大圣的佛法有说到六度万恨 六度万恨 那归纳起来的话 我们要行持的话 以这六度为主 不争不解 那你如果是归到细的话 为什么就是在于 就是慈戒的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就是这么样的激情 严谨 就是我们在维系的部分 可以归纳起来的话 可以用千万种来说 千万种来说 好 那我们再来就是讲到 三百九十三首祭壮 好 为舍山学故 说度有六种 初三恶初一 后恶恶一三 好 这个 这个不跟各位菩萨 用这个来说明的话 真的是有点难 有点难 因为他这样子什么 初三二初一 只是 只是用真上三学 为什么要来说六度 为什么要讲了那么多的数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这个 这个在弥勒菩萨 他在讲这首祭壮 他主要是用三无漏学 三无漏学 来说这个六度 那这六度的话 设在三无漏学的话 他是如何的归纳 归纳的方式 我们来看第三首巨壮 初三恶初一 好 什么叫初三 初三就是所谓的 我们这三无漏学 就是真上戒学 他在于这六度当中 到底是哪几度 包括在于真上戒学 就是所谓的不失 持戒忍辱 所以就是前面的三个 不失持戒忍辱 是属于真上戒学 那在真上戒学的部分 戒有两种 他是 如果是以真上戒学的话 他可以分成 证据跟 眷属的部分 这在四清菩萨 他的解释是这样 那在证据的部分 他是属于慈戒 那眷属的部分 他是属于 不失跟忍辱的部分 不失跟忍辱的部分 那初一的话 这些 这持戒 不失持戒忍辱 都是归纳在初一 就是真上戒学的部分 真上戒学的部分 好 那我先解释 那各位菩萨稍微 你们有那个的话 你们就是稍微写一下 他就是 佛为了要宣说 戒定会三学 而确立这个 波罗密多 有六种 就是这六数 那戒学呢 戒学就是包括了 不失持戒和安忍 这三种波罗密多 其实他这一句寄送 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 就是戒学 他就是包括了 不失持戒 跟忍辱这三种 波罗密多而已 可是他为了要跟你讲说 戒又有两种 他就是在于 这两就是这三个 波罗密多 他可以又分成两类 一个就是证据 一个就是眷属的部分 所以他又跟你讲一个二 那全部都归设在初一 初一真上戒学上面 他只是为了要告诉你 然后他写的这么的简短 就初三 二初一 对啊 就让人家不知道到底是 他所要讲的意思 所以才需要 世清菩萨他的即使 你看他的巨送是非常的简洁 简洁有力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二 一三 后二二一三是什么呢 后二的话就是 当然是指六波罗密的禅定 跟波罗密多 他是 他是在 就是归纳在于什么 前者禅定是归纳到 真上定学 所以后二就是禅定 跟波罗密多 归射到 二 这个二就是归射到 真上定学 跟真上会学上面 那禅定的话不用说了 他是归纳在真上定学 那波罗密的话是归纳在 真上会学上面 那这个一呢 我们是不是在六度 六度波罗密里面 还有一个 精进波罗密 还有一个精进波罗密 那这个精进波罗密 它是归设在山学的 山学的哪一学 它是山学兼有 所以这个最后的一个 精进波罗密 不论是真上见学 真上定学 或真上会学 三者都需要精进 都要精进 所以它后面的第一 就是山 山这个 等秀是后二二 那一三 就是归纳在精进波罗密 那后二二 就是指禅定跟波罗密 那这样子的归纳 各位菩萨是不是就比较了解 就比较清楚一点 好 那在这个的话 后二的话 后二种 禁律波罗密 多就是禅定 禅定跟波罗密 分别是真上定学 跟真上会学 那剩下的一种 精进波罗密 多就是归属在于 山学当中 就是真上戒定 真上戒学 真上定学 真上会学 都涵盖在 都有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世心菩萨他如何解释 这首祭送 我们念一次 各位菩萨看一下 此季显示 为射三种真上学 过 逆波罗密数 为有六 此中逆出三 波罗密 为射出一 戒真上学 戒有二种 为聚 及眷属 失落为聚 谈及 颤提眷属 何以故 失为 我没有念错吧 何以故 失为求受死 之才不宁固 忍于互 此时 打骂 不报 故 此中立后 二 波罗密 此中 其赤地 为射 心会 二 真上学 此中立 地势 一 波罗密 因之 俱色 山 真上学 由一切 山学 精进 为半 故 好 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 这个世心菩萨所说的部分 此系先说以六度 以六度来说 好 如是所说的这个六种 六种道 就是六种波罗密 是就这三学 就真上戒学 真上定学 真上慧学 那真上定学的话 我们都是说真上心学 就这三学而言 那如来真实 宣说了六度的真实意 所以这个利 这个波罗密的数 决定只有这六个 这六种 好 那这个布施词戒 忍入三种 它就是属于 真上戒学 那不贪布施之道 是戒律的因 那本体 那戒律它的本体 它是严禁 行恶 行恶 知道这个就是戒律 那初一的话 这个助办 它就是 不舍倾劳众生 知道 这个就是安忍 那如果都据读 这三个 就是不失 持戒 忍辱 就是真正的 持守戒律 那再来 我们所说的 二者 禅定跟智慧 二者这个禅定跟智慧呢 禅定是真上定学 那智慧呢 是真上慧学 那一者是指精进它 最后的一者 这个就是指精进 精进的话 它是安属于这个三学的部分 就是真上戒学 真上心学 跟真上慧学 它都有设 设在其中 所以因为五度都需要 以恭敬来加行 跟恒常来加行 而造就了精进 而成就了精进 所以精进这五种 波罗蜜的话 六度全部都涵盖在其中了 而来说 这个精进的话 它可以归属在这个 三学当中 这三学当中 好 那我们在这个 讲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到这里的话 就是在于数的部分 都已经 都已经讲述完毕了 那在这个数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讲到这边 那在于394首祭宋 已经制了六波罗蜜的 数的部分 用智力 恶力 利他 大圣的试音 大圣的六道 还有这个三个真上学 来确立 为什么一定要用六 这六种波罗蜜的数目 来定立 来定立我们修行的赤地 那再来呢 我们要显示出 六波罗蜜 他的像 他的体像 他的体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394首祭宋 好 念一下 不好意思 分别六度体 一一有四项 智障 即合智 满月 亦成生 好 我们再分别来说明 六度 他的体像 一一个有四种的体系 那四项呢 就是智障 合智 满月 跟成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补充的部分 好 利用波罗蜜多 他的体像 每一度 每一度 六度里面 都具足有这四种 法相 跟体系 像 他是设在这四项当中 这四项就是所谓的智障 合智 满月 跟成生 智障的部分就是对智障碍 对智障碍的部分 那合智呢 合智他的意思就是 伴随这个无分别智共行 就是所谓的三轮清净的部分 三轮清净的部分 那满月的话 他就是可以圆满众生的愿望 那成生呢 成生就不用说了 他是为了要成熟众生 所以为什么要成熟 如何的成熟众生呢 我们就一定要先以六度 六度来射受众生 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刚刚讲说 六破罗密跟四色法 都是为了要成熟众生 成熟佛法 那这个成熟众生 一定要以这个六度 为什么要先讲六度 就是要先用这个六度 来射受众生 然后再以三圣的教法 随身的个人的根性 然后来成熟众生 来成熟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要先讲六波罗密 六波罗密的原因 的原因所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 他在讲这个部分 我先用这个部分 先来 那个世青菩萨的解释来说 像诸菩萨 修诸波罗密 一一皆有事相 一智障 二合智 三满月 是成生 智障者 谈等六行 如其赤地 对治千滩 破戒 称慧 懈怠 乱心 于吃故 和智者 欣 欣 欣 无 分智 共行 有通达法 无我 故 诸菩萨 修出 波罗密 一一皆有事相 一智障 二合智 三满月 是成生 智障者 谈等六行 满月者 施与求财者 随其所欲 而其与资 敬于求戒者 随其所欲 以身口异护而教授资 忍于悔过者 与资欢喜 精进于作业者 随欲组资 定于学定者 随欲受法 至于勇宜者 随欲决断 成生者 先以施舍 后以身善法 随其所欲 而成熟之 先安立于戒等中 后以三胜 成熟 一额 好来说这个 体相的部分 那他讲了这么的多 到底是怎样 他的到底解释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于 布施 能够对治 迁滩所造成的障碍 那伴随着这个 无分别致 我们在于布施的部分 例如 就是布施的部分 那我们要以这个 四个滞胀 合致 满愿 跟成生来解释 是如何解释 例如说布施 布施他是因为能够 对治迁滩所造成的障碍 所以是第一个滞胀 滞胀 那你如果是以那个 合致的话来解释 他就是伴随着这个 无分别致而起 就是在于合致的部分 我如果不用这样子讲的话 他讲了这样子 这么的的长 各位菩萨你们不知道就是 为什么他要用这个 滞胀合致 满愿跟成生 来解释这六度 好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 譬如 譬如来讲 像布施的话 他在于智障的部分 就是对治迁滩 而造成的障碍 那当然如果是在于 在于此戒呢 就是对治悔戒 破戒 所造成的障碍 这样子来解释 那我先这样一个一个 跟各位菩萨解释 用这样子 你们就会比较了解 这个世青菩萨解释的部分 到底是怎样解释 那再来的话就是 在于第三个满愿呢 你既然是满愿的话 要成熟众生 那就是一定要令众生 能够满足受用 让他们不缺于 匮乏的这个愿求 那第四个成生呢 成生的话就是 以布施来射受 有情以后 再随他的根性 他的根性 然后以三圣教法 来成熟这个众生 这就是布施啊 这就是布施 那你如果是 持戒呢 持戒的话 我们要能够 怎样 对治 毁犯的破戒 那和治的部分就是 伴随着 无分别治而起 那和同智慧的话 一定就是 每一度都是一样 就是要伴随着 无分别治而起 那第三个就是 满众生愿的话 要令友情 令友情圆满 然后可以 因为持戒 能够令众生 他不受伤害 不受伤害的愿望 那持戒最后一个呢 成生呢 如何的成熟众生 就是要以持戒 来射受友情以后呢 在随他的根性 一样用三圣法 三圣的教法 令众生能够 怎样 能够 因三圣的教法 而能够成熟 所以他 满愿跟成生的话 一个就是令 众生怎样 可以圆满 像持戒的话 就是令众生 不受伤害 那不失的话 就是令众生 能够满足 那第二个 跟第四个 就是都是一样 就是伴随着 五分别致而起 那成生的话 就是随他的根性 让他的根性 能够起来以后 能够以三圣法 能够以三圣的教法 来成熟 那再来的话呢 忍入呢 忍入也是 安忍就是 在对质的方面 就是对质称慧 对质称慧 那一样精进的话 就是对质懈怠 那散乱的话 就是 再来就是 禅定的话 就是对质散乱 对质散乱 那慧的话呢 般若的话 他是因为 透过为友情断营 然后能够 不是 就是对质 众生的愚痴 造成的障碍 那 第二个的话 都是一样 就是伴随着 五分别致而起 然后像那个 忍入的话 他就是 聚足能够 能够聚足助办 就是能忍 所忍 安忍 这三轮不 就是 三轮亲近的关系 三轮 所以他就是聚足 助办这个能忍 所忍 安忍 三轮不原的 无分别智慧的缘故 所以他是 伴随着 无分别致而起 所以他第二个 伴随着 无分别致而且其实 所说的就是 三轮亲近的部分 三轮亲近的部分 这样各位 菩萨你们就比较好 可以了解 这整首祭寿 圣经菩萨 他的解释的部分 那 在于就是 忍入的部分 就是 在于就是 第三个 满愿的部分 满愿跟成生的部分 满愿的部分 就是令友情 他的圆满 令友情圆满 不会因为 侵害别人 而不环抱的 这个愿望 令他的 所愿圆满 然后在于 安忍的部分 在忍辱的部分 是安忍 设受 友情以后 在随他的根性 以 三善教法 而成熟之 那 精进的部分 是精进能够 对治 现代 所造成的障碍 那 剧组 剧组 驻组办 精进的 就是 所精进 精进 这三轮步 就是精进者 所精进 还有精进 这三轮步 远的 无分别致 满愿的话 就是令友情圆满 获得别人帮助的愿望 那 第四个就是 以精进来 涉受 友情以后 成生 就是以精进来 涉受 友情在随 他的根性 以三善教法 来成熟之 那 定的话 成定的话 也是 静律的话 他能够对治 散乱 所造成的障碍 那伴随 就是 散乱清静的部分 就是 具足 助办 能修所修 散义的 三轮 那 再来就是 满愿的话 就是 令友情 能够 圆满 获得 神通 加持的 愿望 那 再来就是 成熟 众生的部分 是以 净律 涉受 友情以后 再随 他的根性 一样 以三善法来 三善教法来 成熟之 那 在 在于 智慧 般若的部分 就是 对治的部分 就是智慧 能够对治 于之所 造成的障碍 那 再来的话 就是 伴随着 三轮 清静 无分别 治而起 然后就 具足 助办的 誓夫 智慧 跟修持 而三轮 清静 那在于 成生的部分 就是 透过 友情 不是 在于就是 圆满的部分 是透过 为友情 断移 来圆满 他们的 愿望 那 再来的话 就是 成生的话 就是以 智慧 来射受 友情 以后 再随 他的根性 以 神圣的 教法 来成熟 众生 都一样 你看六度 都是一样 用这四个 来说明 好 那我们这里 已经解释了 这六波罗密 就是用这四种 来说明 六波罗密 他的体性 再来的话 就是 来说六波罗密 修行的赤地 有三个因缘 根据这三个因缘 来说 这个就下一次 就是法师 他会详细的 跟各位菩萨 说明 好 那我们现在 就说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